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真正做到了人文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南方的窃益山水 出发之前先给各位隆重介绍 今天坐任现场的几位嘉宾 中科院动物所国家动物博物馆副官长张继秀 接下来掌声欢迎植物学博士史君 还有我们的动物观察员杨洁欢迎 大家好 欢迎坐镇现场的十几位我们的观察团的成员 欢迎你们 武夷山国家公园 叫国家公园之后的武夷山又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一探究竟 武夷山国家公园是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 是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 说起武夷山 不得不提的就是丹霞地貌 这些在地理书上出现的内容 就这样展现在我们眼前 青绿色的溪水融合着红色的山峰 大自然才是最有创意的搭配诗 有山的地方就会有一段故事 这次的故事就从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始说起 大家好 我是杨洁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九屈西上 为什么会把武夷山国家公园的九屈西 变为我们的第一站呢 大家请往这儿看 这儿啊就是我们这儿非常有名的玉女峰 它是武夷山有名的柱状山之一 玉女峰宛若一位秀美绝伦的少女 助力在西边 与大王峰隔西相望 九屈西贯穿其中 每一区都有不同景致的山水 等着给我们惊喜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位在西边长大的竹筏工陈嘉 他将带着我们顺流而下 领略沿途风景 那个地方海拔有2160.8米 这我们九屈西的特点 它有深有浅 唐朝的时候唐玄中大风天下名山 名山受到风表 当时有帮下文书 禁止在九屈西捕鱼和禁止砍华两岸的树木 这里游户摩鸭时刻呢 就是古代的时候光府的一个公式 它都有禁止捕鱼啊 包括还有这些毒鱼了之类 还有砍华树木 这边全部都以 希望当地的老百姓 全部遵从这个告示的内容 多亏了仙人对武夷山的保护 我们才能有幸见到如此秀丽的风景 当看到历代遗留下来的磨牙时刻 都仿佛是在进行穿越时空的对话 智者爱水 仁者爱山 武夷山水 孕育文明 一代大如珠西词观后 更是带领众弟子回到家乡武夷山 在这里建立武夷经社 为珠子礼学拨下思想的种子 也给这片秀丽的山水 增添了人文色彩 漂流途中 陈佳也与我们分享了 他与九屈西的故事 刚开始干的时候就觉得很辛苦 慢慢地接触了很多游客 在竹花上跟游客聊天 然后游客对我们的那种认同感 认同我就觉得自己 好像干这行还挺适合的 就一直就坚持到现在了 陈姐那你做竹发工多少年了 我干这行的话 我工龄都超过二十年了 不仅说我是干这行的 像我的父亲也是干这行的 然后后面那个是我老公 我老公也是 然后还有我老公的父亲 也是干这行的 那您从事这份工作 你现在觉得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法五一三很多的文化了 包括我们五一三人民的 这种对环境保护的这种理念 传达给他们 我就觉得自己好像 也在做对了一件事情 旺旺旺地就乐爱上这个事业了 斗转星移 世世代代的百姓在这里繁衍生息 西水蜿蜒 丹霞地貌一里万里 五一山国家公园的建立 将会让更多人知道 这一片美丽的地水单山 什么洋巴啪出史上天 LEA 什么往我十八庄 MOD 什么传传天上乏来 貝四 breast癣 什么冲冲脸上天有 人如同在话中游走啊 武夷占尽人间美 愿成长风 我再来 有个词经常会提到 丹霞地貌 我们第一题由此而来 诸位请听 请问 丹霞地貌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选项A 流水侵蚀 选项B 风力堆积 选项C 严层断裂 请选择 郭同学选的是A 我选的是A 解释一下 因为我记得高中地理里面学过 丹霞地貌是流水侵蚀形成的 来 陈同学 我刚刚听到小郭同学的回答 我觉得大概是我地理没学好 我这个B已经有点后悔了 因为当我感觉 看刚刚那个地方就特别多水 是 我就觉得可能风力 康海桑田 现在水多 当年不一定水多 好 行 得道理 得到安慰了吧 好 我们准备揭晓 正确单 正确的答案 是A 答B的同学 你们也不算完全错 因为整个丹霞地貌的形成 它实际上是受到这个特殊的地质变化 即水流和风的侵蚀 共同作用力 对 它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 我们叫沉积岩 随着地壳的一些变动 它会抬升起来 然后经过了这种水流的侵蚀 就冲成了这种勾勾赫赫 那这样还真是综合作用 所以有时候我们去研究动物 你要了解地质地理 你要研究环境 知道有什么样的环境 就决定那有什么样的动物 或者是植物 武夷的话 它一定是有非常高耸的峻岭 我们通过景观 你看它其实这个植被来讲 也没有那种高大的桥木 它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 它土层比较薄 土壤本身就少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它不会有我们看到那种苍天古树 如果有的话 它肯定也不会是 在那个丹霞那山上 它一定也是在像离近水源 或者说是比较平缓的地方 它积累了一些土壤层 所以这些东西 当我们看到以后发现 武夷山确实很特殊 又是因为它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 又孕育出了很多特殊的动植物 真是一座非常特殊的国家公园 杨洁同学这次被派去拍摄 来讲讲直观的感觉 首先就是一堆感叹词和感觉 哇 去到武夷山呢 其实最大的一个感受 就脑子里面先有那一句诗叫做 此景只应天上有 太美了 有的时候看景也要听景 我还听那个竹筏工陈家 给我讲了很多武夷山的故事 他会跟你讲 你看在这个地方 当时朱熹写了九曲赵哥 然后他就会给我 吟诵每一首赵哥的内容 武夷山作为分量那么重的一个国家公园 它貌似离我们很亲近 怎么可以去到那里 要知道不是每一个国家公园 你都有这样的机会 如此之亲近 增加这种亲近感 让我们再往前走一步 看看武夷山的另外一面 这里还被称为鸟类之天堂 在这里已经发现的鸟类 有256种 可以说是世界上鸟类资源 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那下面着重给大家讲 当地一种鸟 这种鸟被当地人叫做呆鸡 这不是什么好听的名字 一定有什么故事 一起去看看 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一种动物 遇到危险的时候 就会把头埋在草丛里 但是身子却露在外面 就是这样一种掩耳盗铃的可爱动物 它就是黄富角质 黄富角质是我国独有鸟种 因其数量较少 属于宾威质类 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黄港山位于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保护区的建立非常有利于黄富角质的生长 今天我邀请了一位资深关鸟人 带着我一起在这儿寻找黄富角质的踪迹 老师你好 那个我是小羊 小羊你好 那咱们关鸟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关鸟应该要注意就是保持安静 走路的时候慢一点 不要惊老到鸟 那我们现在呢 就一路往上走 武夷山是黄富角质的模式标本产地 其中黄港山的黄富角质 野外种群数量高达500到600只 顺着黄港山脚向上寻找 相信很快可以发现它们的踪迹 你看那里 那里有一只小鸟 今年已经是卢文玉观鸟的第16个年头 在这16年里 它走过了中国11个省份 观鸟近600种 它告诉我们 爱鸟 石鸟 护鸟 是它一辈子都要做的事 而武夷山是卢文玉最常观鸟的地方 它希望通过镜头 让大家看到家乡的奇妙 自然的美好 卢老师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我发现了一根羽毛 这是白咸的羽毛 我知道白咸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对了 除了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以外 武夷山还是白咸的摩石标本产地 什么是摩石标本呢 它就是世界上第一次发现 这个新物种所依据的标本 叫做摩石标本 所以就是白咸第一次发现 就是在我们这儿发现的 对 那我们现在再往前走一走 看看我们能不能碰到它 好 这里分布着华东地区 最具代表性的高海拔流鸟 大粒菊梅 红刺菊梅 蓝乌 粉红胸溜 你看 那边岩石上有一只鸟 这就是粉红胸溜 那卢老师 流鸟它一般有什么样的特点 流鸟它就是不进行迁徙 一年世纪都留在一个地方 这种鸟就叫流鸟 这个流是留下来的流吗 对了 如果说它要迁徙的鸟 我们就叫后鸟 现在天色也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就到南方铁山里那儿去看一看 黄浮角质它现在出来了没有 好 黄浮角质白天活动 晚上到树上休息 所以最容易发现它的时间是清晨和傍晚 现在已接近落日 是能发现黄浮角质的最佳时机 这一带就是黄浮角质经常出没的地方 你还看一下 这里有一条鸟道 黄浮角质呢 它一般是清晨 从山上通过这个鸟道 再穿过马路 到山下去喝水 吃食觅食 然后傍晚的时间 它又走回头 再通过这个鸟道到山上去睡觉 所以它住在山上 那现在已经是傍晚时间了 我们现在到前面去守一守 看看能不能守到它 那你给咱找个最佳的位置 来 是在这儿 我今天成功地看到了黄浮角质 这待机果然名不虚传 在树林间躲躲藏藏 本来想象着它是威风的样子 却在看见它的时候 被它瞬间萌化 不枉费跟着卢老师一天的等待 今天一天真的是特别地圆满 但是兴奋过后 仔细想一想 除了运气的成分以外 也是因为武夷山国家公园 它的生态保护 做得非常的完善 让这些珍稀的鸟类 在这个地方有水源 有丰富的食物 有安心的住处 所以才能让我们一保眼福 看到它们的踪迹 武夷山保存了地球同纬度 最完整 最典型 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 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 是世界上鸟类资源 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目前统计在侧的鸟类 有390种 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8种 国家二级保护鸟类54种 这些鸟类不停歇地 奏起自然和谐的交响曲 这歌声不断回响 这声音愈加雄魂激昂 诉说着武夷山的繁荣与生机 战战蓝天 飞过一道道优美的身影 这里是鸟类的天堂 听题了 黄岗山海拔2160米 那黄富角质生活范围 主要在海拔多少米呢 三个倍选项 选项A500米以下 选项B500到1000米 选项C1000到1500米 请选择 汪传奇 你选C 因为我觉得刚刚看那个视频啊 里面有这个松树 就是真叶林 他们的海拔就比较高 所以我选择一个最高的 你戴眼镜还能看到真叶林 同样戴眼镜差距好大 我觉得如果太高了 我觉得G也会缺氧 我觉得B中等的比较合适 太下面我觉得会比较热 太上面会比较冷 张博士 那么正确的选项是哪一个呢 正确选项答C更准确 直接上这个黄富角质啊 刚才也看到了 它其实在真叶林 严格来讲呢 是真阔混交林 是比较典型的一个环境 然后呢 如果说海拔呀 它其实跨度比较大 平均来讲的话 可以达到1000 1500米 但实际上最高的话 差不多海拔2000米 它也有分布 杨洁也是第一次见是吧 距离大概当时有多远 我觉得怎么也有快100米了 因为我们是拿着望眼镜 看到它在树上动 卢老师还给我听了一段 黄富角质的叫声 我觉得它的叫声特别有特点 就像小孩在哭 它有点发的是乖的音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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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绝对洋气专业乎 还要补充一下 比如说我们在高海拔区域 看见这个花很多都是蓝颜色的 你在低海拔区域才会看见这种红的 或者是黄的比较多 因为在高海拔区域 一般的昆虫适应不了 就比如说我们通常见到的 蝴蝶 鹅子 它去不到那儿 那么高海拔 那只有一些很健壮的昆虫 比如说雄风 个儿特别大 只有这种风 能在这么高的海拔上 它能活动 它能够看到蓝子 所以这花是用昆虫的 刚才杨洁在采访 这位自身的官鸟专家的过程当中 说到一个词叫模式标本产地 武夷山它的科学研究价值 就在于它是非常多的 物种的模式标本产地 就是我们科学家 发现命名一个物种 一定要依据一个标本 这个标本就是模式标本 而这个标本所在的地方 就是模式标本产地 过去像福建武夷山这个地方 记录到的模式标本 大概有四五百种 比如说我们听到的挂墩鸦雀 就是在武夷山挂墩这个地方 包括重安资产 三岗雨洼 这些其实都是在武夷山 发现的 所以这个地方科学价值 它的科学意义是非常重要的 你喝茶了吧 喝了 去武夷山怎么能不喝茶呢 而我们的节目又怎能 不提提武夷山的茶呢 这里成为国家公园以后 种茶的方式可是要改变了 那具体发生了什么 一起去种种茶 千载如是道 万古山水茶 在碧水单山间 饮一杯香气四溢的武夷盐茶 才是来到武夷山国家公园的 正确打开方式 武夷山的茶农 世代以种植茶叶为生 西汉时 武夷茶就已打出了名号 到了宋代 更是享誉国内茶坛 武夷茶究竟有什么特点 是什么让它在茶坛 享有崇高的地位 今天我们邀请了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武夷盐茶制作工艺的传承人 游玉琼 为我们讲述 武夷茶盐谷花香的奥秘 我特别想向您请教 这个盐谷花香是怎么形成的 首先盐谷是我们祖宗给的 就是我们的盐石的荒化土 就是独特的涂浪和气候 但发香才是我们这些手艺人 展现出来的 你看到我现在带到现场的 采下来的茶 和我们那个制作王的茶 还有我们的成品茶 你可以闻一下它的香气 这个是自然的味道 这个是我昨天晚上制作的 你先闻一下 香气跟这个完全又不一样了 这是通过我们手艺人做出来的 游老师 我看它这个上面就是 绿叶的外面有一层红色的香边 这个是怎么形成的 通过我们不断地摇动 在形成红香边的时候 最重要的我们要的品质特征 香气就形成了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制作工艺当中 最难的一步了 是的 游老师 我能不能跟您学一下这一步 好呀 要不我先做个释放动作给你看一下 好嘞 来 我们的叶子一定要在 这个竹筛上跳动 就是我们讲会跳舞 就这个工艺了 游老师 咱们分解动作吧 对 怎么推怎么拉 一个手松过去 一个手拉过来 这不行 这是在跳 这是在 还没有 就手的平衡不够 左右都可以 对对对 这这感觉可以了 就重复那个动作 对对对 有点感觉比刚刚好了 哎呀 哎呀 所以说人家这五一盐茶的制作工艺 这摇青啊 真的不是一日之工 不是你知道了步骤一二三四 你就一定能够摇成那个绿叶红香边 我再等等吧 游老师 这个就是咱们的生态茶园了 是吧 是的 是的 这就是我们的生态茶园 那您能给我介绍一下 您刚才说的这个生态管理措施 都是怎么来进行这个生态管理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有很多种的物理防治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的天地友好版 天地友好版 筛选了茶树害虫 小绿叶蝉的最佳幼补色 黄色 和对茶园天敌昆虫 具有明显具备作用的红色 作为基板图案 既可以高效的幼杀叶蝉 同时可以降低天敌昆虫的幼杀量 那另外呢 还有的话就是 我们现在最新的科研在用的 以虫治虫 那我现在给大家展现的 就是我们以瓢虫的话来治虫 还有一个就是 以我们的吃眼蜂来治虫 这个袋子呢 里面的话有虫暖 挂在我们这个茶树上呢 三天以后 它的成虫就会挥出来了 挥出来就会把我们的 就是不要的这些 会吃我们茶叶的害虫呢 进行消灭掉 那我现在就跟着刘老师一起 把这个吃眼蜂的虫暖挂在这个地方 要挂在树的侧边 侧边 对啊 而且的话它一个和一个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不能紧密地挨坐 它再一个长出来 它就会保护这一片 这种老师 对 完成 武夷山生态茶园通过天敌友好版 异性吸引 以虫治虫 套中绿肥等生态方式 代替传统农药化肥 这样不仅保障了茶树的健康成长 也对当地环境进行了保护 其实 武夷山保护生态的概念从古至今 这里的仙人也总结出 头戴冠 腰肌带 脚穿鞋的顺口溜 用生态的方式保护茶园 头戴冠指的是 在茶山顶部 种满植被 以防止水土流失 腰肌带 指的是在山坡上种植灌木丛 以达到鸟类和昆虫的生态平衡 那么脚穿鞋是指 在茶园四周引入河道 以保证植被有充足的水源 这种说法是对的吗 我问得清楚一点 仔细听 茶园的顺口溜 头戴冠 腰肌带 脚穿鞋 里面的脚穿鞋 究竟是不是指 在茶园周围引入河道 以保持充足的水分呢 是还是否 来 请判断 这道题其实挺难的 我觉得我们人他穿鞋 就是冬天是保暖 不让脚弄脏 然后可能你走起来更快 那我就想到说这个河流 对于这个茶园来说 应该也是相同的作用 可能它可以在温度 或者湿度的调节上 可能有一些什么作用 或者有防护的作用 头戴冠是上面 重点什么植被 来保证水土不流失 腰细带重的就是茶叶 那下面穿鞋 不也得是跟种植物有关系吗 它怎么会是 就是光是说水呢 对 而且反驳还有一点 那个地方是南方的一个 就是压热带寄风气候的 那样一个地区 本来水就已经够多 降水就已经很好了 我们其实应该想的是 剩下那些水 应该怎样去利用它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跟类似种水稻 或者是就山下边 能种点什么 来把这个水再好好利用利用 有关系 我觉得为什么是假的呢 因为我觉得就是 过度潮湿的话 那应该叶子也不会 就是长得特别好 就是茶叶 它是要干的 正确的答案是 这个说法是错的 来吧 刚才亮红牌的 给自己鼓掌 为什么是错的呢 刚才在片子里面 其实提到了 头戴棺 其实就是在山顶 要栽种足够的这种树林 因为茶树本身 它的根系 并没有那么的发达 一旦下大雨的话 土壤就可能会 随着这个水流 就被冲走掉了 但是这种情况下 土对这个地方 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下面呢 做一些林带的设计 因为第一 它会为很多的这种 像鸟类之类的动物 提供一个栖息的场所 那它们的存在 对于控制虫害 是有帮助的 另外一个 这对害虫 也是一个栖息的场所 你要给害虫 留一块生活的区域 理由 因为我们把所有的害虫 全都喷农药 杀死的话 你会筛选出 越来越强的 耐药性的个体 但是你给它留一个 像保护堤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 那就会留下很多 这种不耐药的个体 那它们这个繁殖起来 对于调节这个害虫的 生物多样性 也是有好处的 最后的就是 说到我们的问题的关键 脚穿鞋 其实就是在山脚下面 也做林带的设计 这对于我们的这个 整个的水土保持 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不管是上面中间 还是下方 这样的一个设计 都是为了保证 整个茶山的生态系统 正常的运行 武夷山这个地方 我看到这些茶园 我就想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早些年 我们对生态学的关注是弱的 所以大量的去 所谓的开荒 种单一的树种 但是今天反过来的话 我们用些生态学的方法 包括对昆虫 对这些其他生物的一些治理 综合的整治 所以这个绿水青山 在武夷山国家公园 体现得非常完美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因为武夷山的存在 因为各种的茶树 各种品种的茶叶 当地百姓 当地社区 真的他们的收入是提高的 能够把这个山上的资源 生物端性合理地利用起来 搞保护跟搞发展 它是不矛盾的 我们要尊重科学 尊重生态 表面上看是经验总结 但那也是大智慧 和谐相处的智慧 你去到当地 跟你聊天的大部分都是当地人吗 都是当地的村民 他们生活的环境是被保护起来了 但他们同样是在保护 这批绿水青山的那些人 所以他们就会化身护林园 在那儿保护着自己的山山水水 保护着自己赖以生存的家园 这些东西你都拍到了吗 拍到了 来吧 我们赶快来看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武夷山国家公园内的 童木村 童木村拥有世界最大的 生物模式标本产地 同时也是红茶的发源地 童木村并不大 这儿生活着大约两千人 今天我就要去拜访 住在这儿的一位村民 我们一起来看看 新国家公园人 他们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李大哥 我是小杨 你好 你好 整个要去山山去收红外相机 要不我带你去山山撞撞 好呀 好呀 那咱们走吧 行行行 李万松是土生土长的童木村人 之前和大部分村民一样 从事红茶种植和制作的工作 2020年8月 入职武夷山国家公园 成为了一名护林员 李大哥您是哪年的 我七八年了 我知道咱们这儿是79年建的保护区 您算是跟保护区同龄啊 是 从建立保护区到现在变成国家公园了 咱们这个地方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生态现在是越来越好 像我们茶叶越做越香了 老百姓的腰包也鼓了 现在大家很 发自内心的去 更愿意去保护了 这是一棵什么树啊 这棵苦竹树 你看 这个 这个地方吗 这个就是野树毛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野树毛 它会在这边身上有虫子咬它 它会站在抓眼 行 咱们再往前走走 作为一名护林员 日常的工作 主要是负责辖区内的巡查 森林防火 河道巡护等工作 同时在日常巡护的过程中 也会帮助科研团队 收集红外相机素材 记录辖区内野生动植物的情况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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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边 这个就是红外相机是吧 是是是 小相机看起来毫不起眼 却替我们看到了很多 平时没有办法遇见的野生动物 山脊 穿山甲 黑熊 总会给你新的惊喜 每一次换卡都有新的期待 希望我今天和李大哥挂在这张卡里面 能够拍到平时不常见的一些珍稀野生动物 来 我们回现 好 慢点 好 我刚跟李大哥从山上下来 然后李大哥就盛情邀请我来他们家吃午饭 刚好到饭点了 然后大哥家做了这样一桌丰盛的午餐 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坐在这儿了 尝一下 那您在这边就是除了就是茶叶 还日常有什么样的工作吗 平常是我们自己家里搞了个民宿 搞了个民宿 那大哥您这边一般都是什么人来住的比较多 我们这边来的主要就是科研的人员 科研人员在这边 这边科研人员过来观察这些动植物 各个标本 当地丰富的生态资源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科研人员 来到这片生态模式标本产地进行研究 民宿的建立不仅方便了每一位到访的科研人员 也增加了当地居民的经济收入 童木村正在以细微的变化成长着 在武夷山成为国家公园之后 有29个行政村划入了国家公园一般控制区 3000多位原住民成为了住在国家公园里的人 他们从开始的自律 到有意识地改变自己的生产生活理念 每一位生活在国家公园里的村民 都在用实际行动 守护着自己世世代代生活的土地 不过这个听起来好厉害啊 你家哪个小区国家公园 那刚才有没有看到细节登山的时候 要手里要拿登山杖的 这就是我们这个问题 听题了 请问上山带登山杖有保持平衡的作用 是真还是假 请判断 我觉得是真的 拿登山杖的话 这样子能让身体保持平衡 比如说往哪边清理一下 这样子还能用登山杖扶一下 因为我爬过泰山 刚上去的时候没有那个登山棍 然后我就就开始了 你别把泰山给晃坏了 然后就上到半路 我妈看我晃的 就给我买了一个登山棍 就觉得用那个登山棍 它可以助力 那当地村民爬山的时候 像带你我建 他手里面就拿一个登山杖 他是怎么用的呢 爬山的时候 第一是因为不走寻常路 有很多的像荆棘丛 草丛 它需要帮我们逢草开路 还有就是当下山的时候 那个路不太平整的时候 就非常容易滑下去 所以我需要让它在前面 给我一个支撑 这是它的几大作用 所以你此行也是收获泼风 对 你们这趟是去正常地维护 红外线拍摄设备是吧 对 这事应该挺至关重要 因为好多点什么动物在哪出 它们最清楚 在视频当中呢 我们看到像中华猎龄 黑熊 所以它用这样的方法来记录 这也是一个快速去了解 本地生物章性的一个研究方法 而且这些物种的话 它的存在也就恰恰证明 武夷山 国家公园这片区域 它的生态系统非常健康 非常完整 我还想跟大家分享 一个特别有意思 我们住的招待所楼下 经常有野猴出没 野猴 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出门 猴就蹲在楼下呢 武夷山呢 很容易见到藏球猴 而且还不是一只两只猴 是很多 然后还有猴王 有猴妈妈抱着小猴 特别温馨 在那个地方的猴 为什么不怕人 它可能把人 也当作了整个生态系统 整个国家公园里的 某一个物种而已 也是因为当地的人 把那个生态做得特别好 也跟他们友好的和谐相处吧 没错 没错 武夷山这个地方 就是老百姓 你会感觉它那个状态 很幸福 你在这里你看不到重工业 它就靠重茶 它的这种循环 往复的机制很成熟 同样这地方呢 发展生态旅游啊 会给当地老百姓 带来一个可观的收入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 国家公园一个好的 一个发展的方向 对 也希望能够看到未来 武夷山发展得更好 好 那前面提到了 用高科技的设备 来辅助我们的科研 武夷山也在尝试着 用高科技来助力 他们的这个科研 现在可以做到 实时的监控并保护 关键是还极大的 提高了工作效率 去看 智慧管理是 武夷山国家公园的 一大亮点 智能管控 是实现智慧管理的 有力之称 而要实现这些 就离不开 武夷山国家公园的 智慧大脑了 这个是我们 武夷山国家公园 智慧管理平台 现在您看到的主页面 都是我们的 实时监控模块 中央的是 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盖矿 您看的我们左右两侧 是我们国家公园的 实时监控模块 最左侧的这个 是我们的 油气管理模块 这个是视频融合 这个是我们的 资源监测 水闻大气土壤 然后这块是我们 巡护人员的 执法模块 我们这个智慧管理平台 是如何协助 这些巡护人员 来完成工作的 您现在看到 这个绿色点位 就是我们 武夷山国家公园 巡护队员的 分布位置 他们在巡护的过程中 会及时上报 他们的轨迹和情况 如果有紧急的事件 他们可以随时 向我们指挥中心联络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位置 是他们实时的位置吗 没错 您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想邀请您 成为我们一天的 巡护队员 去深入国家公园 了解一下 您好 我是杨洁 我是武夷山国家公园 巡护队的队长朱小华 今天就由我带你去 体验我们的 巡护的一天之旅 好 谢谢朱队 这全部都是我们 带上商的东西 这是工兵厂 就是我们在上商 登商的时候 你光光用登商账 它不好用 用这个厂 它可以给我们助力 也可以给我们开路 所以披荆斩棘 就少不了这把小铲子 对对对 朱队 我看这个是急救包 对 这是急救包 是我们上商巡护 必备的东西 这个蛇药 这个止血袋 医用胶袋 奔袋 还有黄文中盯咬的 碳碳膏 蛇药是我们 最关键 最重要的东西 我们武夷山这边 树来就有蛇的王国之身 然后我们上商巡护 我们既要保护它 也还要防防它 有了蛇药 我们的人身安全 就有了保障 那朱队 我们现在是不是 可以把它们收起来 装起来 我们就可以走了 可以 朱老师 咱们今天大概要走多远 今天我们巡护的路线 大概在山上的路程 要四个公里到八个公里 那我们今天巡护的 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一看 发现一看 也没有 山上目前也没有什么 一些人为破坏的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国家公园入住以后 对园林保护的是怎么样 武夷山国家公园智慧管理中心 综合运用互联网 物联网 卫星摇杆 实施定位等信息技术手段 帮助巡护人员 更好更快地完成巡护任务 朱老师我们走多远了 目前已经4.79个公里了 前面还有一个树倒掉 我们再看一下吧 好 我们去看看 杨洁您好 刚才指挥中心收到了您上报的事件 请问现场情况如何 我和我的队友朱小华和余子恒 我们三个在红星山场进行生态巡护 在巡护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一棵风倒墓 所以就上报了事件 能给我们看一下现场的情况吗 现在我的两个队友 他们正在检查这棵树 请问树倒掉的原因是什么 经过我们初步的检查 排除了人为的现象 是一棵风吹倒下的枯死墓 属于自然现象 如果有新的情况 请及时和指挥中心汇报 好的 好的 智慧大脑 除了拥有帮助巡护队员 智能巡护的巡检平台 还有十多个功能模块 这些模块全方位 全天候地监控 国家公园内的各项数据 形成一个完整的大数据库 从大数据到小细节 随着不断地探索和科技的进步 相信武夷山国家公园 会在智慧大脑的帮助下 更好地守护这片绿水青山 杨洁上报情况那段 太像真人版黑毛警长了 我们接着最后一题 是个开放式的问题 刚才我们看到了 它是有高科技的参与的 大家有什么设想 关于高科技的方式 来保护自然 保护动物 来把自由发言时间 我觉得就是有一些封闭区 可能还是作为国家公园的话 是不能进入的 那我们可以通过 黑科技的方式 通过VR 或者是线上的方式 足不出户 就可以看到这片区域 身临其境的感受 又不去破坏和打扰 对 我们不错 很好很好 我们国家不是已经发射了 量子通信卫星吗 未来的某一天 可以实现实时地通过卫星 来观测非常非常细小的数据 有可能小到蚂蚁 那么大小的一个变化 然后随时都能看得到 就不需要我们用人力的方式 去看那个风吹啊 倒掉的这个枯树了 也许所有通过办公室办公 都可以完成 我觉得一定会实现 我们先讲讲建文吧 我们是发现了一棵树 然后你们会看到一个 实时的视频对话 但是大家就会想 现在其他的通讯手段 也可以用视频啊 对不对 为什么非要有这样的一个 专门设置这样一个系统呢 对啊 是因为我们首先上报事件 上报给指挥中心以后呢 他跟我们实时取得联系 了解这样的情况 才会请相关的工作人员 再去核实情况 过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它是整个非常严谨的 一套系统里面的其中一环 然后在这还想跟大家 补充一点就是管护人员 真的非常的辛苦 你们可以看到我在那儿走的路 大概是七八公里的样子 他们每两天走一次 一次走三十到四十公里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 智慧管理中心的配合 会方便他们的工作 关键效率也是极大的提升 我不知道大家在生活中 有没有用到过 那个识别植物的那个APP 你拿手机啪拍张照 它告诉你这是什么 我们今天反复地提生态 反复地提环保 那问题就是 我们保护的究竟是什么 它需不需要保护 那我们就需要有 大量的基础的数据 比如说这个物种 在我们中国哪儿有分布 在哪个区域分布得多 哪个区域分布得少 哪个区域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那现在好了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 大数据支撑的 这样的识别的工具 那我们所有的人 都可以参与到 这个物种本体调查的工作中来 你在点点手指头的时候 你就是在做生态保护 有的时候关注本身 就是保护的开始 咱们国家在做智慧城市 已经做得绝对是 全世界顶级的了 一流的 比如说我们上次去 安徽调研的时候 就在长江边上 谁如果在长江边 随便撒一张渔网 智慧管理中心 马上可以监控到 所以未来的话 我们可以想象 我们在管理国家公园方面 借助各种先进的方法技术 能够把国家公园 进行现代化的管理 这样一下就提高了效率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种管理 可以说能够让未来的 整个的国家的这种生态的发展 能够起到一个 非常良性的一个循环 我们这次制作的这套特别节目 是国家公园系列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 五一山国家公园 其实不好讲 因为它太厚重了 今天这里成为了国家公园 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但绝不是结局 这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这片美好的风景 是先被留给我们的 我们理应把它保护好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 都能够看到这美景 听到 闻到那鸟语花香 感谢所有为五一山 动物保护 植物保护 包括环境保护 创新的每一位工作人员 谢谢你们 向你们学习 你们辛苦了 此外我们还要感谢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每个生命都有尊严 爱是正大 无私的奉献 不看 不知道 这里真奇妙 好 放心请下周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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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是人类最美丽的雨夜 爱是真的无私的缓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